好 那这边是讨债人的刀片 先来蒙德雪山周围的传送锚点 雪山入口处这个附雪之路传送锚点 这边先看看刀片 原来是4个紫的 44个蓝的 311个绿的 好 我们直接往西方向走 可以看到小地图 我们西方向 西偏北一点点的方向 有一个世界草标记 OK 直接往前走 又到达世界草标记了 这里有第一个保战人 好 搞完我们地图往下拉一下 到冥运镇 上方这个传送锚点 好 地呢 回头 往东方向走 往东方向坡上 树下 有一个 好在这边这个弯曲的树下 S型 魔鬼身材 的树下 好的 搞完我们在地图往下拉 在这个遥光滩这个传送锚点 落地我们往西方向跑 看到那个 湖中 是什么 湖中 湖中湖 湖中岛 海中岛 哎呀 就一个小岛的一个金色的树下 这个点的话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挺熟悉的 这样能遇到 你路过 然后他骚扰你 好 搞完这个可以到黎月地区 这边 我们从路滑池这边4号 开始 落地就有一个淘宅人 好 楼泥 落地直接往前走 西南方向跳下去 在这个 海边 湖边 突发池的天下 搞完这个我们到这个 哎 天秋谷 下方的这个传送锚点 嗯 好 落地我们直接上楼梯 南方向 直走 看到楼梯上 那个半坡那里 就像一段楼梯 再往上走是一个雷银术室啊 OK 好 我们的盾玉玲 这个七天神像这里 然后我们往东北方向走 北偏东一点点 也北方向吧 直接跳下去 往前飞 好 路过这个 呃 池塘 把这个破旧的这个遗迹 旁边的小路上 可以看到淘宅人在那逛街 在一个石头小道 逛街 神力流 爽不利的家伙 开搞 开搞 搞完这一只 我们打开小地图 好 往林举阵 林举关 右边的这个传送锚点 把落地往北方向走 有个小路沿着这个小路走 前面那些 呃 那个日落果 树下 好 把它干碎 跑完这一只 接着打开地图 到我们清虚谱的 最下方的这个传送锚点 落地我们往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直接飞 显示在一条小路上 好 到达这个 石盾丘丘人这里 有个山洞这里 我们就可以往下跳 这个山洞这里 小路走进去 有个山洞 山洞里面有一个淘汰人 这里可以直接用什么琴什么之类的 或者勾引他跳到池塘里淹死 可以直接跳到旁边的池塘那里去 然后他会一个 一个雷梨热刀冲过来 把这淹死在池塘里 好 ok 赶完这一只 我们 往孤云阁的这个传送锚点 一飞 然后 转头 往西南方向跑 在后面的那个小岛上 小地图 左边 别走 西方向 西方向 方向冲 踏到小岛上 小岛的中央有一个那个 炒炸人 这个 这个 好 搞完之后可以到我们的 到期的这个点位 先来这个 到期的材料 武器材料副本这里 冥神大赦 右上角 副本点 好 落地的话 可以看到一对情侣 经典点位 东北方向 飞下去 长进侍女 和这个 这个讨家人 经典的情侣位 就可以 把它吸起来丢下去 那个材料也是会掉在上面 不过一定要摔死 摔死的话材料好像 两回就掉在下面 掉下来会那个傻吧 会淹死 反正我没有试过 好像只成功了一次 然后呢 我们到他被杀 在这个右边的这个船上锚点 为了保险旗舰 刚刚还是打掉他吧 这个船上锚点落地呢 我们往西方向飞 倒下来直接飞 飞到这个四叶草的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啊 我们直接掉下来 他应该在这里周围啊 找一找 才能找到 在这个小鹿 这一片分叉鹿 搞完之后 我们 就可以传到下一个点 打开小地图 他被杀 下面这个传送锚点 OK传到这边 我们 往西北方向 回转一转 看左相角的小地图 那个四叶草标记出 跳下去 在这个峡谷这里 和 和的这个左边 岸上 岸边 有 第一只 哎呦 这什么视角 然后继续往里面深入 岸边和岸边又有第二只 哎呦 那那这边这只的话 是我们这个视频的 这个分屁的最后一只啦 好在人的分屁 最后一只 点完可以打开背包 每个人暴力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我们背包的这个数量 看他刀片变成8个子的 60个蓝的 377个绿的